當受害人知道他們的裸照 或者他們的影片被錄錄 可能會發給其他人勒索的時候 他們都會很慌張 當一個人很慌張的時候 我們會很容易不能理性思考 而且當我們遇到一個很大的困難很慌張的時候 有某一個人告訴你 你只要做一件事 就可以把這些難題完全解決了 我們通常都會不加思索 跟著這個人的建議去做 匪徒就是用這些手法 當他嚇得你很厲害的時候 嚇到受害人很厲害的時候 他說 不過你不用擔心 我只是要錢 你給我一點錢 這件事就會解決 通常受害人都會覺得 立即有一種放鬆的感覺 好了好了 他們會比較容易去就範 大家也會問很多受害人 為甚麼你不去報警 其實原因 我想大家都呼之欲出 他們都很怕這些事會所謂搞大了 即是說他們不想將這些事告訴別人 他們覺得報警是會將事情鬧大 但我想在這裡提醒大家 其實報警絕對不會將這件事宣揚開封 反而是會將這件事盡快地得到適當的處理 但另一個觀察 我覺得很值得我們去思考的是甚麼 他們不找警察 為甚麼他們不找家人 父母去幫忙呢 有些是找了同學仔 有些是找了學校社工 原因就是告訴我 父母知道這件事後 他們會很怕他們的責爛 甚至他們會覺得很尷尬 可能這也是中國社會的一些習慣 這個題目本身在家裡都是一個禁忌 但越是禁忌 小朋友就越有好奇心 越是禁忌 當小朋友有事的時候 他們越不敢找你去審教協助 所以我們有適當的性教育給小朋友 令到他們有適當的渠道去抒發他們的一些衝動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提防騙子 由你開始